一团神秘雾气正缓缓飘向小镇 一个满脸是血的老人拼命逃窜 还不时惊恐地回头张望 超市内人们也纷纷好奇地看向窗外 老人进入超市就大 他让大伙赶紧关上门 但还是有人不信跑出了门 接着迷雾将他吞没 之后便传来了惨叫 恐惧顿时蔓延了整个超市 有人认为是工厂污染 有人认为是死神降龙 但就在这时地动山摇 人们纷纷蹲下躲避 原本有序的超市也乱作一团 这时一个女人含着眼泪哭哭哀求好心人送她回去 因为她家里还有个八岁的小孩无人照顾 怎料此话一出 刚刚还喧闹的超市一下就安静了下来 女人眼神扫不知处 人们纷纷转头侧目 低头不如 女人失望至极 随后她便独自走进了迷雾 过了一阵后男主来到仓库查看 然而刚进来就听到卷帘门外传来动静 像是有什么巨大的东西不断撞 男主吓坏了 惊慌地跑去告诉众 但大家都不相信 之后几人来到仓库也没有见到所谓的动作 他们还想打开门查看 男主极力阻止 却被嘲笑是个胆小 最终门还是被打开了 外面明明什么都没有了 众人再次发出嘲笑之声 可下一鸟他们脸上的笑意渐渐凝固 一条巨型触手缠住男孩的脚板的脱向龙脉 男主见状奋不顾身冲上去救 之后店员也来帮忙 但刚才嘲笑的那几个人却被吓得贪软 哪里还敢上来救命 但两人的力量根本拖不过触手 店员只好去拿消防符 眼看男孩就要被拖走 男主再次冲上去死死抓住 但此时越来越多触手伸了进来 其中一条竟然对着男主张开了獠牙 天哪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的触手 最终男孩被拖进了迷雾 随后男主拿起消防符 一斧子坦断触手关上了 这才度过了这次的危机 男主狠狠地看向刚才嘲笑他 还不动手救人的家伙 随后上去就是一顿暴躁 有人拿棍子戳了戳出手 没想到那东西居然还没死 扑腾了几下就化成了黑水 他们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其他人 人们利用超市里的物资 把玻璃门堵住 防止怪物进来 但还是有很多人不信 眼前这个黑人就是特别固执的一个 他觉得迷雾里根本没东西 还计划着带人离开 男主说可以带他去看证据 他也不去 剑实在劝不住 只能让他在腰上缠一根绳子 如果出现问题就会把他拉回来 很快 一行六人出发了 几人正在一米一米地往外放绳子 外面的人也越走越远 但突然绳子一下松了 紧接着就被巨大的力量拉直 然后快速往外撞 他们使出吃奶的力气 才把绳子拖住 随后绳子竟然被拉向了高空 看来外面东西的体型不是一般的大 接着一下脱力 几人齐齐摔倒 等到他们把绳子拉回来 人们不断尖叫 因为回来的只有一双腿 他们赶紧关上门 这下再也没人赶出去了 晚上 一只巨大的虫子贴到了玻璃上 当镜头转向窗外 竟然是只上骨腰纹 那体型怎么也有婴儿大小 男主拿灯来照 接着更多蚊子飞了过来 很明显这些东西喜欢亮光 正在人们奇怪之时 又飞来一只巨大的怪鸟 它是来捕食蚊子的 接着一只又一只不断撞向玻璃 男主赶紧叫人关灯 但有些傻缺就是不听 还把大功力探照灯打开了 外面的虫子越聚越多 它们的玻璃明显不是我们制造的 每两下就被撞了的大 紧接着蚊子和怪鸟闯了进来 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起初怪鸟还奋力追逐蚊子 后来发现比蚊子还大的人 就开始一边吃蚊子一边吃人 蚊子也开始乱咬 这个女孩仅仅是被盯了一小口 就全身肿胀 变成了这种女孩 人们纷纷拿工具反击 有的用木棒 有的用耙子 还有的用火把 一个男人想点燃火把烧怪鸟 却不慎踢翻汽油桶 把自己烧成了重伤 这时一只蚊子飞向了神 神婆嘴里不断念叨了神 而那蚊子似乎心情也比较好 并没有咬他 随后看到他一眼飞走了 一只怪鸟还想偷袭男主呢 还好店员及时发现 一枪解决掉了他 一切终于安定了下来 人们重新堵上破洞 救治伤员 而那个被火烧伤的人 此时伤势严重 没有药品肯定撑不过今晚 男主决定带上几个人 去附近的药店拿药 但神婆却不同意 昨晚虫子没咬他 他就把这事大肆夸大 说自己是上帝的使者 吸引了一大批信徒 神婆说他们出去就是招惹神明 会引来一大批怪物的 一群人也大声附和 而这时一个老人听不下去了 男主带着几个人小心地向前摸索 很快就安全抵达了药店 一番搜索后却看到了恐怖的场景 只见墙壁上密密麻麻的蜘蛛丝里 竟然裹着好几具尸体 一个还没死透的人 也成了蜘蛛孵化的温床 而旁边还有整整一窝巨大的蜘蛛 他们的蜘蛛丝具有腐蚀性 粘到腿上瞬间腿断 粘到脸上直接面目全非 很快就有几人受伤 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蜘蛛 还呲牙咧嘴想攻击老太婆 老太婆杀虫记配打火鸡 一股脑把他烧了个外焦里难 可惜了 就是没带自然 几人刚想逃走 门口又出现了一只个头更大的蜘蛛 然而手枪也在这时没子大 老头上前用木毛直接送他去了西北 这才得意解脱 这次行动又死了四个 剩下的几个人惊慌地冲回超市 而神婆也抓住机会大肆宣扬他的思想 越来越多人被他捕获 就连当当跟男主一起回来的男人 也被洗脑成为了最忠实的信仰 人一旦走投无路 信仰就是唯一的支柱 男主突然想到超市里还有三个士兵 他们肯定知道这迷雾的来历 于是找到了他们 但其中两个已经自杀 看来他们的确知道什么 信徒们抓住士兵对他审判 一问 男主还想阻拦 周围还存在着其他世界 军方为了看一看一世界的样子 准备打开一个小窗口 没想到最后手划开什么大门 信徒们哪里还管是不是士兵做的 对着他就开揍 甚至有更极端的人拿刀捅他 最后在神婆的蛊惑下 众人把他关到了外面 写迹神明 士兵苦苦哀求 但众人都面无表情 这时身后突然传来怪声 转头一看 一只巨型怪兽 缓缓向他靠近 这个士兵对着众人苦苦哀求 可下一鸟就被一个巨型怪物拖走 而里面的人们一脸的邪笑 神婆说他们已经献祭了一个灵魂 明天还要继续 不用想 献祭的人肯定是从男主一行人里选 当晚男主他们就开始商量 准备偷点食物溜走 他们宁愿面对外面吃人的怪物 也不愿意跟这群失去人性的人待在一起 但第二天行动的时候 却被早已等候的神婆堵 狂热的信徒也拿着刀子纷纷围的过来 神婆直言要先拿小男孩来献祭 男主立即拿起棍棒反击 场面一片混乱 但就在这时一声 枪响让现场顿时安静 是店员 看着神婆被击毙 其余信徒也经的四散逃开 他们终于离开了超市 很快他们摸索着来到车边 店员一转头 就被怪物拖走领了盒饭 但却留下了一只手枪 而落后的三个人也遭遇了巨型蜘蛛 纷纷被扑倒成为了盘中餐 男主带着仅剩的四个人逃进了车里 他们开车经过超市 从众人眼中慢慢消失 男主想接上家里的妻子 却发现妻子早已被蜘蛛做成了标本 他们只能继续前进 希望逃出迷雾的范围 路上的景象就像是世界末日一般 到处是青岛的路牌和损坏的车辆 以及人类的尸体 突然又开始地动山摇 男主慢慢停下车 只见一只上百米高的怪物缓缓走过 每走一步地面就会颤动一下 几人看呆了 有这样的动物存在 他们哪里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一丝绝望渐渐浮现在他们心底 等到怪物消失 他们再次上幕 不知开了多久 邮箱也见底了 可他们还是没能走出这该死的迷雾 他们已经尽力了 此时也就在没有遗憾 几人对视一眼 像是达成了某种默契 男主拿出手枪看了看 只有四发子弹 但他们有五个人 随着四声枪响 男主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吼声 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 还想用枪解决自己 但已经没有子弹 他只能打开车门等待怪物把他吃掉 然而这次等来的却不是怪物 而是让他更崩溃的军队装甲车 和拉着幸存者的救援车辆 他们所过之处迷雾消散 怪物也被全部杀掉 而幸存的人群中 竟然就有最开始离开的那位妈妈 男主彻底崩溃 为何自己不再多坚持一下 自己做了这么多 最终还是害了大家 如果当时帮忙送女人回家 也许还能救下儿子 就算是毫无作为地待在超市 也不会是现在这个结局 男主活下来了 但他将一辈子活在悲痛之中 电影就此结束 本篇根据史蒂芬金的同名小说 迷雾改变 以8点0分的高分 被评为科幻恐怖片的神总 这部片子的结局 让人很是压抑 但其实导演要表达的是 永远不要绝望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否则哪怕只差一秒 你就可能会和救赎擦肩而过 好了 本期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蜜瓜 我们下期见